大家好 我是煌靈 今天的影片是台版未來是4月號上集 這個主題是給鑽石不夠全部都抽的玩家做取捨用的 所以不會介紹不用花鑽石抽的角色 然後剛出沒幾天還沒打過戰隊戰實戰的角色 因為評價不太穩定 會等下個月再介紹 反正本系列每個月都會更新 然後我用來衡量戰隊戰角色的標準是有多少上場機會 上場機會的定義是角色在一個四五階段BOSS的物理或是魔法隊中 有在手動最高 半自動或是純自動最高傷害的隊伍登場一次 就算是有上場機會 好了 該說的都說完了 接著進入正題 台版又大又白的聖誕妹法結束之後是聖誕布丁復刻池 這次有專武 限定角色終會破防兼輔助 聖誕布丁會幫隊友加物攻 物爆跟爆擊傷害 是一個戰隊戰向的角色 UB會破防 專武之後的一技則是多了補全隊TP的效果 幫隊友補TP算是很強的效果 所以布丁有專武之後就有了一些上場機會 目前在日版打過四期戰隊戰 有上場機會的BOSS有三隻 偶爾會用到 不過不算是特別重要的角色 在日版上個月七個ES6作業中登場次數是四次 對通關ES6有一些幫助 戰隊戰玩家 鑽夠可以抽來玩 不夠就pass 競技場玩家跟海綿蠻等的新手 有愛再抽 聖誕布丁復刻池結束之後是另一個聖誕復刻池 裡面是聖誕克跟聖誕秋乃 台版預計四月中時裝 先說聖誕秋乃 限定角色前衛物理單體輸出 目前輸出能力已經跟不上時代了 對所有玩家都有愛再抽 然後是聖誕克 限定角色前衛物理破防輔助兼輸出 這位角色也是數值已經跟不上時代了 大概至少兩年沒有看到有人用了 問題是 聖誕克的羈絆屬性是TP上升加3 本遊戲的設定是所有同名角色共用羈絆屬性 有看聖誕克羈絆劇情的玩家 六星克總可以有66點TP上升 沒有看聖誕克羈絆劇情的玩家 六星克總只有63點TP上升 於是 抽聖誕克完全是為了幫六星克總跟兔克加3點TP上升 至於少3點TP上升有沒有差呢? 日版上個月已經有差了 至少有兩隻王少3點TP上升會不能順利抄作業 然後六星克總 日版上個月上場機會很多 也不知道能強勢多久 所以戰隊戰玩家想要順利抄克總作業的話 聖誕克還是建議要抽啦 至於競技場玩家跟還沒滿等的新手就有愛再抽吧 聖誕復刻池 節度驟是聖誕黑棋 常駐角色 前衛破防兼輔助坦克 台本預計4月底時裝 登場時全程有免費10連加上機率加倍 只要每天按免費10連就有約七八成的機率不花鑽石帶回家 聖誕黑棋本身生存能力還不錯 基礎體質還行 然後UB一放 基本上血量必滿 坦度部分沒什麼問題 除了生存方面的技能 他還會補隊友TP幫隊友加物攻物爆 增加物理暴擊傷害UB還會破防 是一個很適合打戰隊戰的坦克 日版登場到現在打過四棋戰隊戰 有上場機會的BOSS有六隻 特別值得一說的是 對於半自動玩家來說 聖誕黑棋有兩隻王是圍儀姐 圍儀姐的意思是 這隊以外的隊伍傷害都被海放 像是12月三王盜賊豺狀狼 現在畫面上這隊半自動4500萬 不出這隊的話 次高的半自動隊伍傷害約2900萬 而且還是有聖誕黑棋 物理隊不用聖誕黑棋 根本沒辦法打盜賊豺狼 然後上個月翼王飛龍 畫面上這隊半自動4800萬也是圍儀姐 不用這隊的話 第二高的半自動隊伍只有4000萬 少了800萬 而且還不穩定 有機會死人 反正 聖誕黑棋在戰隊戰是蠻不錯的角色 ES6部分 我看的七個作業只有一個有用到 戰隊戰玩家如果不信免費十年沒抽到 我是建議補一下啦 最多花100抽就能帶回家了 競技場玩家有愛再抽 新手缺坦的話可以抽一下 聖誕黑棋是個不錯的物理坦克 聖誕黑棋結束咒是公主祭典池 裡面的角色是雙姬 他們預計5月初時裝 雙姬是中衛單體輸出兼輔助 特色是UB13下傷害超級多 然後是兩段是傷害 在戰隊戰比較不會被大傷盾制裁 雖然不會破防 不過輸出能力真的很驚人 是目前法隊最強單體輸出角色 地位無需懷疑 日版打過三棋戰隊戰 有上場地位的Boss有6隻 其中有幾隻網友很亮眼的表現 ES6部分我看的7個作業有6個有用 幾乎是全情 而在推圖活動 露娜塔部分雙姬的表現也很亮眼 對於那些沒有大傷盾的Boss 雙姬一次UB最多可以打到接近1300萬傷害 而新年黑貓最多只能打到將近1000萬 輸了300萬 而且新年黑貓疊魔攻需要一點時間 雙姬一上來就有超級暴力 不太需要暖擊 於是在沒有大傷盾的推圖活動 露娜塔的場合 雙姬表現海放新年黑貓 新年黑貓就這麼退休去了 一個時代的落幕 總之雙姬所有玩家必抽 大家都用的到 沒有抽的話有些作業會很難抄 雙姬結束之後是新年美里 限定角色後衛物理 補師兼輔助 台版預計5月初實裝 新年美里會幫隊友補血加物攻 誤爆物理暴擊傷害 以及補TP加魔防是個蠻不錯的物理輔助 登場的第一個月表現很亮 主要是吃了範圍的虧 被黑棋跟智排擠 這兩位的加速都加不到新年美里就沒什麼上場機會 不過登場的第二個月跟第三個月開始有一些不用智跟黑棋的隊伍 美里沒有被排擠就開始有上場機會了 目前打過三棋戰隊戰 有上場機會的BOSS有六隻 日版上個月有專武的金重返戰場 加速是200%而且是全體 有包含新年美里 美里上場機會就蠻多的 下個月23王都有上場機會 而在ES6部分 我看的七個作業有四個有用 登場率還不錯 總之 戰隊戰玩家建議要抽 競技場玩家跟還沒滿登的新手 又愛再抽 新年美里結束咒是新年復刻池 裡面是新年雪菲跟新年伊莉亞這次有專武 台版預計5月中持裝 先從新年雪菲開始 限定角色全物理輔助 破防 補時間輸出 專武讓雪菲多了補血能力 然後輔助能力增強了一點點 雪菲的優勢在於治療量算蠻高的 有時候會因為治療量的差距而選擇用新年雪菲 而不是其他角色 有專武之後四五階段有上場機會的BOSS有四隻 不算很多 表現有點微妙 在七個ES6作業中登場次數一次 只有一個有用 總的來說不算是特別重要的角色 戰隊戰玩家 賺夠可以抽來玩 不夠就PASS 競技場玩家跟還沒滿等的新手 又愛再抽 然後是新年伊莉亞 限定角色終會妨礙間單體輸出 新年伊莉亞有專武之後 除了會偷對面BOSS的TP以外 還會降低BOSS的TP上升 讓對面少放點UB 不過對手雙擊過於強大 新年伊莉亞只能說很涼 戰隊戰就沒看過有人用過她 很慘 在七個ES6作業中只有一個有用 登場率也不高 總之對所有玩家都有愛再抽 新年復刻池 結束咒是新年凡七 限定角色會破防減範圍輸出 台本預計五月底實裝 UB效果是 對面目標數量越多 傷害越高 破防量也會越高 新年凡七在各種場合都有上場機會 不過各種場合表現都偏微妙 先說競技場好了 新年凡七在競技場出動是造成全體傷害跟破防 生效還蠻快的 傷害有一點痛 跟出動秒殺隊特性蠻合的 可以放在出動秒殺隊裡 可以拿去進攻 也會有人用來防守 可以起到錦上添花的效果 大部分情況下 出動秒殺隊能拆跟不能拆的隊伍 放新年凡七通常都不會影響勝負啦 打得贏的不放還是打得贏 打不贏的放了還是打不贏 而在戰隊戰方面 目前登場三個月 有上場機會的BOSS有四隻 有上場機會只是就有點微妙 大部分情況下沒有也還好 可以用其他隊伍打出差不多的傷害 另外還有個問題是 物理隊最近出了很強勢的咖啡貓 新年凡七隊打不太贏咖啡貓隊 沒有卡角問題的話會優先出咖啡貓隊 而在推圖活動路亂塔這種對面目標可能會比較多的情況下 新年凡七表現還不錯 不過在這種情況下 沒有新年凡七用富婆物理隊去野心 沒有到非抽不可的程度 而在ES6的七個作業中登場次數一次 總之 各種場合都有上場機會 各種場合都沒有到非有不可的程度 對所有玩家都是賺夠建議抽 不夠就PASS 新年凡七結束咒是新年富克池 裡面有的新年角色分別是新年佩可 新年可可蘿 新年黑貓 新年四字花 新年日和 新年優衣 台版預計5月底時裝 其中唯一比較值得抽的是新年四字花 其他都有愛再抽 新年四字花是限定角色 追魔法 補師兼輔助 特色是會幫魔攻最高的角色 加魔攻 魔爆 補TP UP則是會幫全體加魔攻 跟TP上升 而且1技跟UB的加魔攻量 都會隨著本身魔攻量增加而提升 更可怕的是UB提升的魔攻量跟魔爆是沒有上限的 比較晚出的角色 那種自身攻擊力越高增益就越多的 CY都有設一個上限 一次增益最多就是加多少 避免樹枝爆炸 而新年四字花因為是比較早期的角色 所以沒有這個限制 這點毫無疑問是她的優勢 新年四字花復刻以後打了三個月戰隊戰 有上場機會的BOSS高達12隻 這個數量只能說整個就很扯 然後在推圖活動 露娜塔 新年四字花也超神 一堆作業會用到 沒有新年四字花都不知道要怎麼操作業 在七個ES6作業登場次數 我在數之前就確定是七個啦 是法系神角 反正對所有玩家來說 新年四字花都必抽 沒有會很難玩這個遊戲 新年復刻池結束之後是解放旺 限定角色物理中衛破防兼輔助 台版預計六月初實裝 特色是開場會施放的二技效果是大幅恢復所物理角色TP 效果類似泳裝咲戀 而在長時間戰鬥中 二技第二次施放之後補TP量會變少 但是還是會補一點TP啦 解放旺強度只能說 整個就很扯 各方面都有上場機會 而且各方面都蠻重要的 先說戰隊戰 目前打過兩期戰隊戰 四五階段有上場機會的Boss有六隻 然後短時間補長刀表現也很神 解放旺能打短時間戰鬥 也能打長時間戰鬥 而在競技場方面 如果隊友全部都是物理角色的話 可以用解放旺來補TP 解放旺除了補TP還會破防 相較於泳裝咲戀 解放旺可以讓物理隊友打出更漂亮的數字 然後在推圖活動露娜塔 解放旺的增益能力比泳裝咲戀更強 所以如果是物理隊要用的話 解放旺效果會比泳裝咲戀好 推圖常常會有作業有用 在七個ES6作業中 登場次數是全勤的七次 沒有解放旺 想抄ES6作業會很頭痛 總之 全方位人權 所有玩家都必抽 小旺的大腿 讚 OK 以上就是這次影片的全部內容啦 剩下角色下集再介紹 喜歡我的影片可以點喜歡 訂閱並分享 然後要開啟訂閱旁邊的小鈴鐺才能第一時間收到本頻道的通知哦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GOODBYE GOODBYE C